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首先牧师要跟许多弟兄姐妹 为着牧师的大劫上个礼拜 就是前几天安息主怀 这个事情都给予许多的安慰 献上在这边表达这个谢谢 这两年当中 我生命当中重要的两个女人 都被接回去了 所以才沉淀一阵子 很快的姐姐就这么快 就得到非常急迫的癌症 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她的离开 她在我生命当中 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但是神的旨意 这样的安排 我相信都是最美好的 请继续为我们的家族来祷告 这个礼拜我们开始进入到代降节 大家都知道代降节的第一个信息 主要带来就是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期待跟希望 我们一方面纪念耶稣基督 祂曾经降生 带来一个得救的盼望 第一方面我们期待祂的再来 如果我们要问 圣经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那一定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可是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 面对这个重要的真理 我们究竟是要怎么来面对呢 我想至少有几个问题 我们恐怕要问他 问自己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第一个问题说 你相信主耶 祂会再来吗 第二个问题是 你盼望主再来吗 第三个问题是 你怎么样等候主的再来 这三个问题 都算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不相信基督的再来 那很清楚 告诉一件事情 你根本就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嘛 那第二个问题 你如果回答说 我不盼望主基督的再来 因为我在世上都靠我自己 我活得很好 我在地上可以靠自己 创造舒适安逸的生活 我已经在世上 品嘲到了所谓的天堂的职位 耶稣的再来 或者不来 或早来 或晚来 对我来讲都不重要 那我可以讲 你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 那么第三个问题 你如何等候基督的再来 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等候 那么我们对主的再来 是一个很 很不清醒的一个态度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自己说 我必快来 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 他会指很重要几个意思 他意味着 人类的历史 的终点到了 他意味着最终的审判 要逼近 他意味着基督 圣洁的心腹 也就是他用宝血 所买赎回来的教会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要迎娶他的心腹 圣洁的心腹 就是各位 所有相信他的人 这些人成为他的心腹 在这个时候 假的教会 假的信徒 都不可能被邀请参加 羔羊的婚宴 主讲说 我快到了 这意味着上帝 凭着他的主权 为着撒旦跟他的使者 所预备永远的火炉 火壶已经点燃了 那些不愿意悔改 拒绝耶稣基督 是这家救恩的人 最终也会跟撒旦 跟他的使者 一同面临永远的刑法 基督的快来 也意味着我们的主 从受死复活生天之前 对门徒应许说 我快再来 他说 我比你们先到父那里 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预备好了 我还要再来接你们 这个应许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在将节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反省的自己是说 我是不是一个火热的信徒 盼望他的再来 我用什么态度 我是不是按照主的旨意 每一天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祷告主 等候他的再来 并且积极地祷告 警醒 做他所吩咐的事情 各位都晓得 基督在来贯穿整个圣经 尤其在启示录非常密集地 讲到这个主题 光字在22节 就有讲到两个有福气 讲到三个来这个字 而且这个词本身 都带有剑刺性的 进展的这个动词 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感受到 基督再来的迫切感 使徒约翰说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他最后讲了这句话 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当中 告诉我们的凡遵守 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这是第一个有福气的话 启示录的第一个字 启示 一直到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内容 再到最后主耶稣说 我愿你来 所谓一切都是真实的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神赐予他的 叫他告诉他的仆人 快来这个来 这个词本身 原文当中是 现在是个动词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基督 再来一个客观事实 也告诉我们说 主再来的过程 已经展开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比喻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 但很久没有见面的客人 约好今天要到你的家拜访 你们非常期待他的造访 而此刻他告诉你说 我在路中间了 我在路上了 你会怎么准备呢 同样的道理 这个情境 在告诉我们 主基督再来 就是这个情况 也许我们会问说 牧师啊 耶稣再来 有这么困难吗 他从天上降来 这样顶在地上 还要一步一步的来吗 他就直接出现了嘛 就像以前一样啊 圣经告诉我们真理 在上帝永远的计划的当中 耶稣基督再来 这个过程 是在主升天的时候 已经开始展开了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告诉我们说 当门徒在那里望着天 看着主驾云 慢慢的上去 突然间有两位天使出现 告诉门徒说 你们在这边望天 做什么 那一位上 到天上的主 他这么上去 他以后也会这样的降临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的再来 以及在过程当中 那我们这些等候 他再来的人 你的心态应该如何 启示录当中 耶稣一共讲七次 他的再来 每一次都让我们感受到 那个迫切的感觉 让逼得我们 也要谨慎面对 迎接他的再来 耶稣说 看啊我逼快来之后 就讲一句话说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 凡保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各位我们要把上帝的话 保守 持守 遵守在我们的心 用生命来保守 尤其处在患难当中的 这些上帝的儿女们 如果你要夺去我的性命 或者从我生命当中 把神的道给夺去的话 我会选择 你把我的性命夺走 我们要用整个生命持守 圣灵透过圣经所托付的道 就是保守的意思 这就是遵守的意思 那接下来 那牵涉到一个问题去了 这牵涉到 这个要前面 用各样的方式引导人信主 其实虽然从一开始 讲得这么多让人非常惊讶的图像 跟预言跟审判 可是到最后一章的时候 神仍然是苦口婆心的 告诉我们说 口渴的赶快来喝 这生命的泉水 因此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 来引导人 第十一节当中 讲了一个让我们心沉重的话 他说 不义的叫他仍然不义 误会的叫他仍旧误会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到了末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似乎是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质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的人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的人 活在这个世上 这圣经当中出现四个命令的动词 叫他不义 叫他污秽 这是命令 好像是说叫你永远留在 自己不义的污秽当中 用这个不义的污秽的生命 等候审判吧 另外第三个动词是 叫他为义 叫他圣洁 也是一个命令 好像是说叫我们这些尊崇的人 继续行公义 保持圣洁的生活吧 不义的 污秽的 是指在教会当中的假信徒 也指着世界的这个恶人 他们面对实价救恩拒绝悔改 那就让你们永远留在这样的恶行中吧 但是这些行义圣洁的人 也要忍耐走艰苦的路 走在盼望生命之路 在这边我们似乎看见了上帝的预定 也就是我们教尔文主 这个教派所主张的预定论 有很多的人认为说 你们基督教真讨厌 这么样独断 只有你们一条路才可以得救 不像我们条条大路通得救之路 确实是如此 真理只能一个 没有相对的主义 没有相对的道德观 你要么就是走上帝 你要么就是随坡逐流 确实路易斯写说 这世代当中的门徒 人家在看 我可能因为保持这个真理 我丢掉工作 我少了你这个好朋友 So what 耶稣说你离个两个手断了 两个脚断了 赶快进到有我的世界 强如你留下这个 有这个身体 堕落在这个永活的当中 我们怎么选择 所以真理给我们感觉起来 有的事是蛮恐怖的 它就是只有一条 没有相对的 在创世之间 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拣选 祂的教会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又预定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 那么神叫他 仍旧不义 仍旧误会的恶人 岂不是就在拣选之外 被上帝交在两个字 任凭当中吗 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句话 你不要害怕 这句话提醒是提醒我们 相信的人 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随时准备 主的再来跟审判 事实上 我们都不能够确定 你我谁 都可以在永恒的世界当中 与他永远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只能说我得救了 可是我得要小心地走 你如果看本人约翰 写的那本书 你就知道 这个男主角叫基督徒 他是怎么样 警醒地度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不可以 过度地主张说 我得救了 我的名字永远不会在 生命册上 给上去删掉 我告诉你 到后面就有这句话出现了 如果你是一个怠惰的 忽视的 漫不经心的 有可能 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 没有完成 基督徒在世界上 是传达上帝的道德人 教会是基督福音的灯台 在这个邪恶世界 已经清楚是走向 灭亡的结局的共诚 我们的责任不是定你的罪 我们的责任不是 谩骂别人 而是持续忠诚的 勇敢的传达 无物的真理 叫他们能够转 转回到上帝的道 这是我们主耶稣 给我们的命令 向人传讲福音 不论得死或不得死 然而在这个情况当中 有一个东西 我们还是要讨论的 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真理 就是一个耶稣基督 但是传福音的方法 有千百种 因此在选择的方法当中 有两个大原则要去讨论 第一个 适合不适合我们 不是每个方法都适合我们 这牵涉到我们的能力跟恩赐 有些适合用歌声传扬神的话 你看如果说 我们常常听到圣歌队 唱这样的诗歌 多么样的和祥和 安静得到安慰 你会觉得说 这个神就是在我们的当中 有的人不适合用说话 我有一个牧师 他现在没有牧会了 他写很多的文章 刊在公报上 你读的时候 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很清楚地表达他的想法 可是在教会听他的讲道 一个礼拜就受不了了 一个月就抱怨了 怎么回事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有口级 然后会重复 我们平常在说话的时候 常常讲重点就好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他很怕别人听不懂 我这样讲听得懂吗 旁边人早就听懂了 我们的孩子 有的时候会这样讲 可以了 你讲过了 不是这样子吗 做妈妈的 一直叮咛 所以妈妈 其实我是觉得 做太太 其实不是一开始唠叨的 他是后来被迫唠叨的 应该是这样 适合不适合 你的传福音方法 如果说不方便公开说话 那你就私底下说 如果不适合用言语表达 那你用写的 第二个是 适不适合对方 不是每一个方法都适合 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这牵涉到另外一个 传福音的情境跟效果 那么这考虑到了 传福音的场合 传福音的对象 传福音的熟悉度 在这里 我们会想 有些基督徒使用的方法 虽然很适合自己 自己讲得很高兴 可是对方感受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很有压力的 我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妈妈五十岁 有一个基督徒跟她传福音 她跟她讲说 我们是好朋友 你若信左 我们都到天上 到天堂去 你不信左的话 你就下地狱去 这个妈妈就听 我宁愿下地狱 条件是 你现在离开我 这一种传福音很简单 只有说两句话 可是你让人跌倒 让人讨厌 所以不是每个场合 每一个你所遇到的人 都要照你的方式 去传讲福音 你想想到 在很热闹的一个市场 你把人家的拦住 跟她传福音说 让人认罪悔改 适合吗 那个是她的心情 她准备买东西 要招待客人 然后人家再散发 这些广告的传单 你站在旁边 给她发福音的传单 你参加了婚礼 那些婚宴的人 你都认识 吃饭的时候 就跟人家讲 传福音 世界末日快到了 你们要信主 这个人刚刚夹了个鸡肉 然后他就看着你 他就看着你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我吃鸡腿的时候 讲这句话吗 这只鸡腿是你要的吗 我给你好不好 这个比上天堂 比较实际哦 假如我们完全不考虑到 传福音的场地跟对象 我们常常会传福音失败 所以你先不要问 我传福音常常受到拒绝 而是要问 这个方式适不适合你 这个方式适不适合 对方跟场合 假如在某个场合 遇到的对象 根本不适合 对方分享福音的话 你也不要着急 不要那么着急 比里巴拉硬是要人家悔改 有时候给人家感觉 好像明天人家就要发生意外一样 你今天没有听到 没有做决定 明天你可能就不在了 我们常常给人家感觉 明年牧师要推动一个 复兴祷告小组 帮牧师按这个 好 这个复兴祷告小组的方式 非常简单 我们看下去 它是照着主导文的一个背景来做的 它可以五分钟 它可以十分钟 它可以很短的时间 完全就是这种祷告而已 以主导文中心 第一个就是感谢上帝具体的 来感谢上帝 第二个呢 为今天的饮食祷告 为我们的需要祷告 然后你具体的讲 我需要什么 第三个呢 为上帝的国度祷告 然后你就为福音祷告 为木道友祷告 为福音的外展 很具体的名字提出来 祷告 为国度来祷告 你可以开始五分钟 可以到十分钟 你可以在线上 你可以在实体 牧师要运用这样一个方式 跟我们的幸福小组连结在一起 因为它很重要的一点 它是常常祷告 我们的传福音的眼光 要看得远 不要只为了自己的方便 用很简单 随便的方式的分享福音 因为在这个过程 发现了一件事情 关系是很重要的 你们没有关系 不认识 没有熟悉度 对方对我们来讲 他不太相信我们在讲什么话 更不要说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形象都不太好 待会牧师会讲一些例子 所以在某些场合 某个对象 你感觉不适合 这个分享福音的时候 你就简单讲几句 问候的话 至少建立好的关系 用某种行动表示 你是基督徒 简单讲一个原则 当下没有办法有建设 至少不要破坏关系 在华人的世界当中 比较适合表明 自己是基督徒的一句话说 愿神祝福你 如果说他知道 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也可以讲说 我会为你的工作 跟家人来祷告 愿上帝祝福你 如果对方跟你比较熟悉 你可以说 我们教会下个礼拜 12月的25号 我们有个圣诞的活动 希望你能来 可不可以给我email 这样就好了 那么在这个部分 牧师可以做一个建议 选择适合的传语的方法 所以蛮管用 也就是反省一下 思考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个方式 被人传福音 来相信 来到教会 回想那个方式 如果是路边 有人跟你讲话 你觉得看那个传单 听他的分享 你得到感动 在那个流泪 地方流泪 你来教会信主 或者你可以尝试这个方式 因为你有经验了 如果说你是因为 有人介绍基督徒 然后你对他有好感 然后慢慢建立关系 然后进到他的小组 然后聆听他的故事 跟见证 参加教会活动 你开始去读了一些的 信仰的书籍 跟见证 然后你才决定受习 信主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因为你有经验了 重点是过去 别人是怎么样 有爱心 耐心 很认真的跟你建立关系 带领你信主 所以当你换成 你带领别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随便 重要的是 各位 中立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要牧师 苦口婆心 再讲一件事情 我们要传福音 跟戈壁地说 我们要传福音 这个动作要出来 我们不是在讲说 你一定要带人家信主 这样你就上天堂 没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注意听 耶稣对门徒的传福音 他在讲的使命 他说去讲 就是去讲而已 流泪撒肿 必然不欢呼收割 你不必担心收割的事情 你主要是主动开放自己 所以因此这里 有四个原则 把牧师按 第一个重要的原则 用祷告爱的关怀 跟对方的需要 作为传福音的第一步骤 你要让人家喜欢你 你要让人家觉得是 你传福音是为爱 为者爱他 不是你在抢 怎么讲 业绩 第二个 找到资合自己 对方传福音的方式 第三个 采取很自然的方式 让对方喜欢你 然后慢慢的 跟你有感情了 你让对方没有感到压力 第四个 对方是不是愿意 这个接受主 主权是在上帝 你别在心里说 我今年一定要 带一个信主 带一个信主之后 我工作就了了 其他的人不管你 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的责任乃是 用爱 智慧 各种的方式 向对方做见证 传福音 然后我相信 上帝不会总是让我们 天天流泪撒肿 他一定会让我们 欢呼收割 我们一说 阿们 他一定会让我们 欢呼收割 他不会只有叫我们 流泪撒肿而已 这是奇妙的过程 我们在使徒行传 给我们看见 活生的例证 他们流泪撒肿 他们也欢呼收割 我听了这个 刘群茂牧师他们讲 4002堂 4000多人聚会 他们的祷告的小组 RPG 1400个小组 你如果乘以3 换句话说 这个教会 牧师说的话 他们顺服 他们动 我们找老教会 牧师说了 信徒信了 但是不一定动 跟戈壁的说 你一定要动 因为我们没有在操作的当中 你就不知道你的祷告 你就不知道你的爱心 你就不知道你的关系 是如何的产生 而且你就不可能去经历 耶稣基督给你的一个 收割的一个神迹 其实因为你没有动 你没有期待 没有羡慕 渴望 别人在你的身上 得到这种 impact 那么神让你得救 究竟做什么 不能只有一半 各位 奇事录 他没有只有讲审判 奇事录到最二十二章当中 他还在讲 来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 因此 第四个讲道说 洗净 自己衣服的人 有福了 这是第二个福气 洗净自己衣服 在这个赐福的应许之前 我们听到主说 看啊 我必快来 赏发在我 要照个人 所行的报应他 这是奇事录 二十二章第二个 耶稣在讲的 我必快来 他说 赏发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 这句话是回应了 奇事录第二章二十三节 耶稣曾说 我是那查看人 肺腑心肠的 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个人 各位你要知道 就业信约 是的信息 真理是一贯性的 耶稣基督是 从人的内心 看到人的行为 从本质上的好处 看好果子 从本质上的坏处 看坏果子 当然 上帝从来不是 只顾行为 不看我们的内心 而是说 他相信一件事情 真的信心 一定会产生 好的行为 所以因此 耶稣会先看我们里面 是不是有真的信心 先看我们里面 有没有真的悔改 然后他才根据里面的肺腑心肠 看我们信心 有没有结束 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章的第二个符 是那些洗净 自己衣服的 有符了 大家知道 洗净这是一个动词 它常常都是用 现在的一个动词的语态 描述 也就是说 不管从前到现在的信徒 你在洗净这个动作 是现在式的 在写给撒迪教会的书信当中 主耶稣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个人 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讲这句话很有意思 洗净的人 门服 污秽自己衣服的人 要受到责罚 注意一下 他用什么洗衣服 我们洗衣服用什么 用洗洁精 是吗 特别要够 Costco买那个 特别来得更好 但是在圣经当中 这个洗净衣服的洗洁精 是用羔羊的血 只有羔羊的血 能够洗到我们的里面 而且牧师曾经讲过 我们每一个人 做一个悔改 它是不同层次的 它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上来的 我们一生当中 都在走捷径的道路 一生当中 我们还会持续地 得罪上帝 我们需要奉主的名 求他持架的高血 保血来洗净我们的血 的罪 因此你捷径的人 可以进入到这个城门 有权柄得到生命树那里 注意一下 创世纪 亚当夏娃吃了什么树 果子 分别善恶的果子 但有一棵树 他没有吃 叫什么 生命树的果子 没有吃 生命树的果子 只在启示录的时候 你进到神的国度当中 他才可以 给了我们 吃生命树的 永远 存在 与上帝同在 那些没有权柄 进入到城的人 圣经的第四五节 怎么说 城外有那些权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 喜好说谎话的 编造虚谎的人 简单讲 他们的生命是臭的 关于洗衣服这件事情 牧师有个心得 说给大家听 依照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的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 比起我年轻的时候 还来得重 同意吧 你们不同意 你们都不太好意思说 我告诉你 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 又加上牧师比较会流汗 所以我的枕头巾 每天换 床单一个礼拜洗 我的衣服 是每天都要换的 然后呢 尤其夏天 有的时候牧师会淋浴 两次到三次 那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头发会掉那么多 就是洗太多次头发 因为那个头洗发精 不是很好的 没办法 太会流汗了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我有一个想法 我不希望别人靠近我的时候 会闻到不好的体味 这是不礼貌的 而且这是很重要的 一项的传福音的策略 不要让人拒绝 也就是说各位 你还没有讲到福音的内容 人家靠近你的时候 注意一下 如果人家跟你讲话 姐妹 你今天很好 他突然之间退一步了 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 他再退一步了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 能够见个面 他再退一步了 你会问说 你干嘛一直退 离我那么远 我告诉你 因为你的味道很重 我们都还没有讲到福音的内容 我们的关系就是 因为你的身体的衣服 有味道 就让人家不太想跟你说话了 如果到最后说 我们以后讲话 用电话讲话好不好 我们用手机讲话好不好 你难道没有反映出来吗 你的关系有问题吗 你的反应这么 我们的反应那么迟钝吗 我把衣服穿得干净 我觉得很舒服 让别人也很舒服 这是一个礼貌 这是建立与人关系的 一个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一起说阿们 所以大家有空 在身体闻一下 衣服闻一下 然后跟哥别说 哎哟 我们连牧师 我对以前的几个童工 我看到他 我真的是跟他讲说 某某童工 因为牧师比较自然 我想你又没有洗澡 你头发这么油 那个是燃法剂 他不敢反抗我 不过这个 只不过是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注重外表 也是应该的 可是当我们在讲到 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那就不一样了 刚才我们在读的圣经 完全是不一样 这个层次不是只有在外表 这个层次是在里面的 这里在讲是 把衣服洗干净 不是指外面的衣服 而是我们的内心 是否天天被圣灵更新了 主耶稣讲了非常关键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是误会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面 所发出的恶念 狗和 偷盗 怎么快祷告 不要那么快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傍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的 且是误会人的 我们都不喜欢这些东西 对吗 可是你怎么知道 你出来的东西 给他感觉就是这样 除非你有圣灵在你里面更新 告诉你说 孩子 你有这个问题 或者别人告诉你说 你愿意谦卑的接受 我告诉你 要人家说你是很骄傲的人 你会反其 是不是 但是如果圣灵愿意在你里面 一个好的朋友 跟你说良心的话 诚实的话 告诉你说 某某人 我记得在你生命当中 这个东西要面对 你得好好听 你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导师 不要只找一个闺蜜 或者是好兄弟 属灵的长辈会责备你 会引导你 他可以请你吃饭 但是也可以讲良心的话 你如果不愿意 没有办法在家里面找 你就在别的小组去找 你如果在这个教会找不到 你也可以找别的教会的人讲 我在讲是属灵的导师 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 刚才牧师讲了 我们只有两种形态的人 生活在这个地方 不是国籍的问题 不是种族的问题 不是党派的问题 是两种价值观的人 两种心态的人 活在这个世上 到了后面 有三个来 十七节说 圣灵跟新父都说来 听见的说也该来 口渴地说也当来 在七十二十二章当中 出现了三个来 这个字都是命令词 而且他们三个 所代表的意思都不太一样 第一个来 它是指圣灵跟新父 对着耶稣所讲 我必快来 这就要回应 是一个命令的动词 但不是命令主耶稣 你快来 而是很深很深 很深的一个期待 基督之灵的圣灵 真的知道基督的再来 主升天说应许 我必再来 降临 在属于他的教会 跟儿女的身上 这些人经历很多的 患难 大失恋 期待基督的再来 所以他们非常渴望 初代教会的人 真的非常的渴望 我们这一世代的人 反而忘记了 第二个来 是命令 那听到这些启示的人 对基督的回应 第三个来 是指所有口渴的人 都来喝 所以你看到没有 虽然启示录从开始 我们经历到很多很恐怖 让人害怕的图像 征战 恐慌 死亡 黑暗 地震 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还在讲 那口渴的人 也都来喝 也就是悔改的机会 还是开放的 因此抢救灵魂 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应该还要在做的事情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 得到救恩 圣经告诉我们 是的 我必快来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必须活在基督再来 的一个生命的节奏 就算世界要末了 但是他在路途的过程的当中 也盼望属于他的人 仍旧赶快抢救灵魂 后面他讲了一句 非常严苛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预言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述 和圣诚删去他的份 你注意看这个经节 这个经节就是指 可能我们当中的人 他本来就有这个资格 去进入到这个圣城 或者是在生命书当中 可以领受的 但是可以删去的 旧约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 不管你是十二个自派的人 上帝的愤怒来 你得罪他 他照样可以在那个当中 毁灭你 瞬间 地壳裂开 就把属于他的人 就从地壳来吞下去 这个不是电影情节 这是真实的写在旧约圣经当中 因此在神的话当中 你家添什么 你删去什么 都是得罪上帝 请问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 删去因性称义吗 我们可以删去罪人 当悔改 以至于罪得赦免吗 我们可以删去耶稣基督的呼召说 若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施加 跟从我吗 让我们做个轻松的祝福 何必干 何必这么辛苦呢 你可以删去吗 如果你愿意删去的 你都是魔鬼的门徒了 你都是魔鬼的门徒了 可是到了最后一句话 很有意思的是 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的使徒的 这个约翰他怎么说呢 他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你就好像看到一个大瀑布一样 突然之间 停下来 然后这句话就说 愿主耶稣的平安 与你们同在 上帝的安静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同在 让你觉得很平安 这就是启示录 让我们看见一开始 有害怕 有警告 确实有个安慰 各位弟兄姐妹 关心你周边的人 关心你的家人 爱你的朋友 亲人 你就开始为他的理魂抢救 付出代价 祷告 这次是我们第一个代讲节 学习守住圣经的预言 不要对这个世界 有丝毫超出圣经应血的期待 让污秽的 你就停留在污秽吧 但是我们不能够定你的罪 因为我不确定说 你是不是得 你是不是确定 你得救就能够到应许之地 连我自己都不敢这样讲 所以我只好警醒 警醒过公义圣经的生活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 他会用他十字架上的一个姿态 伸出他的双手 拥抱属于他的人 进入到那赞美 永恒之处 我们如此来期待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献上感谢 在代讲节的第一个主日 警醒我们 过一个谨慎的态度 你要来的应许 已经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也提醒我们 也用相对的一个态度 等候你的再来 到那个最后当中 你仍就是盼望口渴的人 赶快来喝生命的泉水 也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 凡事属于你的人 透过我们的生活 建立的关系 让基督的福音 透过我们生命的样式 能够吸引他们 因为在末日当中 你还是渴望这些人 进入到你的国度 但愿你祝福 中立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没有忘记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往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